大政治 大包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政黨惡鬥 Shut up 無色覺醒 Wake up 觀眾朋友好 我是周玉琴 大家午安 我是王悠正 好 韓國瑜當選了 但是綠營到現在 好像還在選拼命 在繼續的罵 用人的安排要罵 就職的安排也是要罵 韓國瑜找副市長 找葉匡時之後 又從新北市借匠 找了李四川 但綠營馬上就 還說還是只能找個老面孔 是新瓶裝舊酒 拼命的酸 然後還說什麼 這是酬勇馬英九時代的 舊官僚等等 但是用的人就算是老面孔 如果他有專業 有實務經驗 為什麼不行呢 總比高年級實習生 或者是肥貓要來的好吧 韓國瑜搭愛之船就職 也被轟 說排場搞得太大 但是明明就很有創意 吸引國外的媒體爭相來報導 可以增加高雄的曝光度 行銷高雄 請問有什麼不好呢 幹嘛要罵呢 民進黨自己執政不力 但是出包了就怪別人 怪假新聞 像大阪機場事件 居然是拿出最高的效率 去抓一個男大生 怪他做假新聞 假新聞害著一個蘇處長新生 那麼另外兩岸關係激動 連貓熊原仔都找不到老公 失去跟大陸貓熊配對的機會 那麼陸委會陳明偷 今天還常常嘆了一口氣 他說是大陸政治力介入 毀了貓熊原仔的幸福 可是一直用政治力介入的 不就是民進黨嗎 中華台北這個名稱用得好好的 但是吳釗燮居然說少用 在今天我們要好好的討論 真的 還在選舉嗎 韓國瑜做什麼 你什麼話都有話講 現在黑韓大軍 持續的在攻擊韓國瑜 從他的用人要攻擊 人家就職做什麼 關你什麼事 好好管好你 好好去念念書 好好找個工作吧 你要就職就是行銷沟熊 搭愛之船 然後辦一個聖誕夜市趴啦 等等的 有什麼問題嗎 有什麼不好嗎 有什麼不對嗎 到底哪裡出了狀況 讓你們這些黑韓大軍 那麼不高興呢 好 再來講到他的用人 用人很妙 因為正反面的意見都有 第一個 夜匡時加李四川 有人罵就說 馬英九時代的官僚腐癖 難道找不出新人嗎 難道找不到其他人嗎 為什麼一定要用這些舊官僚呢 好啦 剛剛玉琴也講了 如果今天找來的這些舊官僚 他們有問題 第一個 人品有問題 第二個 專業能力有問題 那叫做仇庸 我們也罵 但夜匡時有專業嗎 李四川有專業嗎 簡單來說 如果你找總統表姐 去當什麼台灣經聯董事長 他如果很專業 那我們也按讚 問題是人家就不專業 不專業就會變成仇庸 如果有專業的話 就閉嘴吧 讓這些人來試試看吧 更何況 李四川據說還是寒濱牽線找來的 人家也北漂到北部40年了 現在南漂回家鄉服務 有什麼不對嗎 有什麼不好嗎 好 這是能力的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 李四川現在算是誰的人 夜医師算是誰的人 朱市長的人 朱韓隊 所以從新北市借將借到高雄市來 有人就在說是不是朱韓聯盟 朱韓聯盟為的是什麼 是南北好好來發展合作 還是為了朱立倫的下一步 或是韓國瑜的下一步 好 在今天 我們也要好好來討論一下 找了李四川代表朱韓和 朱韓和之後在國民黨內 會引發什麼樣的政治效應 在整個台灣的政壇 又會如何牽動到2020 來 朱韓和了 現在柯韓也可能和 大家都在想 怎麼樣讓民眾生活過得更好 民進黨還在那邊 黨主席誰要當 桌子好怕冷 桌子好委屈 你拍桌 我生氣 我生氣你就要道歉 還在搞這些東西 像是段儀康 卓榮泰 還是誰誰誰 為了一個黨主席 大家吵來吵去 你有沒有發現 民進黨向來都是鞏固 領導核心 如果這個領導核心 能力很好 威望很高 沒有問題 大家幫他做事 但當這個領導核心出事的時候 中生代就應該跳出來 去質疑他 去挑戰他 過去陳水扁2008年 那個時候不是爆出 2006 爆出那個貪腐 爆出貪污 結果08年民進黨大敗 國民黨大勝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那些中生代 就是在鞏固領導核心 拚命繼續保護陳水扁 繼續拱陳水扁 繼續護著陳水扁 現在已經10年後了 12年後了 又發生一樣的事情 民進黨施政不得人心 你們民進黨這些中生代 講得好聽 開直播暖男跟貓搞在一起 然後出來炮轟黨中央 等到要承擔的時候 全部都變成保皇黨 全部在鞏固領導中心 鞏固那一個現在千夫所指 而且民調非常低的 蔡英文總統 這叫改革嗎 當然不是改革 另外就是剛剛玉琳也說到了 拚命拿大陸來消費 首先講到的就是 這個關西機場的事情 不得了 原來一個南大學生 PO了一篇文章 在PTT上面 可以動搖台灣國本 可以讓處長親生 讓外交部出現危機 讓台日關係受損 這個南大生不好好 納到政府來 好好用 好好訓練 那簡直是浪費了 你以為找一個南大生出來 你們就通通脫罪了嗎 吳釗燮 謝長廷 你以為找一個南大生出來 就可以把你害死這個蘇前處長 然後沒有辦法救台灣人 試圖破壞兩岸關係 只想抱日本大腿的這種醜態 全部都給消滅嗎 全部都讓他們被消失嗎 沒有用 今天這個南大生PO的文章 確實有點問題 他沒有打電話 他也沒有受困 但他講的是一件事實 既然是事實 就代表中國大陸 確實有協調日本機場 讓日本來救人 然後他們在機場外面 再把人給救出去 確實有這樣的事實嗎 結果你現在外交部 居然告訴我們說 遺憾 憤怒 我們還要尋求救濟 你要救濟什麼 你要這個南大學生被判死刑 你才高興嗎 然後謝長廷更糟糕 他說有某 就是這個南大生 難道不會自責不安嗎 大眾會因此自我警惕而檢討嗎 謝長廷 你不會覺得不安嗎 你有自我警惕嗎 你有檢討嗎 少在那邊用一個 南大生的一篇PO文 就想cover掉你們所有的責任 而且是害死一條 寶貴生命的責任 現在除了害死一條 寶貴的蘇書長的生命 搞不好未來台灣 我們小貓熊的生命 也要被你民進黨給害死了 現在說原仔 去不了大陸沛隊了 然後民進黨立馬高潮 馬上出來告訴你說 你看又是大陸 你看中國大陸 居然要九二熊貓 才可以去大陸 要政治熊貓 貓熊才可以去大陸 我只問一個問題 過去前幾年 從2008年到現在 可不可以去 可以嗎 為什麼現在不能去 你民進黨當家做主 所以去不了 不要把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 好像自己被害自己很清高 台灣人沒有那麼笨 台灣人現在被你民進黨訓練得 非常非常聰明 來 無色舉行來賓 第一位中文社會社長 汪洪洪社長 兩位主持人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有新北市議員的當選人 言之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 午安 今天媒體的落季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再為大家介紹的是 桃園市議員黃靖平 阿平安 前立委吳玉聲 各位朋友 大家平安 好 歡迎 來 我們就先來講 用人沒有心意 老馬才能仕途嗎 所以把馬政府時代的人 統統搬師回朝 從台北搬到高雄嗎 再來 說現在就職排場大 太鋪張 太浪費 黑韓大軍出動 難道還在選舉嗎 來 我們就先講 這個用人的部分 現在韓國瑜找了李四川 確定了 還有之前就確定的葉匡石 一個說要招商拚外交 因為他的人脈很廣 也介紹了很多國家的企業 老闆到高雄來 跟韓國瑜簡報 討論一下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好 這是葉匡石 另外李四川的部分 第一個 他有工程背景 韓國瑜說過 我要找一個有工程背景的人來 這個英文應該也不會太差 再加上他縱橫政壇 我可以說調和鼎耐 也可以說正通人和 對於溝通的工作 或者是之後在市議會裡面 跟市府合作的協調工作 李四川是有一套的 好 這兩個人 對 我必須承認 都有點老 也都是老面孔 一個在馬政府時期擔任 交通部長 一個當過行政院秘書長 當過國民黨的秘書長 所以就被扣了一個帽子 叫做 馬朝人馬班師回朝 馬朝人馬班師回朝 我說講這個話的人 也實在沒概念 這跟馬英九有什麼關係 你要看你也去看朱立倫 人家是朱立倫的副市長 你可以說朱系人馬入駐高雄 還比較有Sense一點 講說馬朝人馬 什麼復辟到高雄去幫韓國瑜 政治Sense很差 你整個這個我們頁面 他們在做一個事情 就是要打垮韓國瑜 我想問一句話 打垮韓國瑜就表示你贏了嗎 不能改變你現在也的事實 你打掛了韓國瑜 就代表陳其邁就當選了 現在這是高雄市長了 可以地補上位嗎 也沒有 不是這樣高潮的 我覺得那種高潮不應該是這個 你應該四年後再慢慢高潮 你去努力的 提出更好的打掛韓國瑜 我覺得高雄的想法 等到應該是這個樣子 你這四年 不管你是陳其邁也好 趙天麟也好 誰都可以 你這四年提出更好的方法 打掛韓國瑜 政策比他更好 人進得來或出得去 出得更多 人進得更多 打掛韓國瑜 我相信委員你不會有意見 你輸的也會甘心 對不對 你敢不甘心 如果四年後 韓國瑜 被陳其邁的更好的政策打敗了 我相信政治人物一定OK 豎起大拇指 你現在用這種方法 先講人家用著人 像萬金油一樣 沒事情痛 拿來呼呼的 一下講人家說現在 排場出來好像要登機大典 從愛河坐船進來 然後上台好像萬人擁戴 然後那你到底想講什麼 第一 用人 你說他萬金油 那又怎麼樣 總比你民進黨 像潘林心靈好吧 你幾乎是都哪邊 痛到哪邊趕快駐車 連謝長廷現在也不是這樣嗎 痛到那邊馬上拿一個 南大聖潘林心靈 趕快打下去 會痛 會痛 沒事 現在不都用同樣的方式 你在消炎 至少萬金油 那我講萬金油好了 民進黨實在沒有萬金油 李英元是什麼 李英元不是也是 什麼都能做的萬金油嗎 老闆油 有人說是張錦森 李英元也是 秘書長有做過 老委會主委有沒有做過 環保署署長有沒有 從游錫坤用到謝長廷 用到蔡英文 那也是萬金油 所以我們就老闆油 對嘛 你可以說我們李四川是萬金油 李英元是什麼 張錦森又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就是兩個標準 他們算是面書利達姆 小護士 小護士 到處都可以抹這樣 所以延續我們這一個月來 已經選完我們在講的 就是所有民進黨的一個邏輯就是 你不可以 我可以 你不行 我可以 你不能做事情 但是我可以 我以前做的事情 我跟你講 那是我是對的 你絕對不對 你用這些人就是一定有算計 一定是這邊租的人 要跟人家連 那邊合 那時候游錫坤的人 你謝長廷拿去用到底是算什麼 那謝長廷的人 蔡英文拿去用 你現在又算什麼 我覺得就 會讓整個台灣人民 那個邏輯大亂 你不曉得要怎麼看待 我們現在這些所有的人 你再講另外一邊 愛和這個我更是 我無法想像 多麼希望說那一天 如果又像這個三三大典 所有的造勢場合 那天再來個十萬人 那些廠商會不會很高興 賣雞排的 賣什麼的 那旁邊的商家 那一整串愛和旁邊 運行廠去 多少那種國外的 外國人喜歡去的店 還有那種披薩店 搖烤的 有文創的 高不高興 開心 我一樣講 民進黨可以 國民黨不可以 陳水扁當年當台北市長 你還記不記得 超人莊 不是嗎 你也是從裡頭出來大聲 然後每個人萬人擁戴 旁邊一堆 你可以 韓國瑜就不可以 他就叫登基 他就叫要做萬民擁戴的皇帝 我覺得你打掛韓國瑜 不代表你會贏 我覺得那個不是一個 我覺得另外 當然我們也要回過來想 你四川是不是個人才 是 他幾乎從公共政策 還有我們環境 還有連工程 公務 扶惠關係 城鄉 扶惠 他全部都可以 而且說實在的 你要只要認識 跑過李四川的人都知道 他這個人做事 贏過他的政治 我跟你講你跟他講很多政治 你跟他聊天 你大概能夠聽到兩分 一分他講一些政治的東西 真的了不起了 他開口閉口就跟你講 新北市怎麼發展 台北市 台灣怎麼規劃 這樣子的一個人才放在那邊 難道你要放回那邊 繼續在那邊流浪嗎 他想要回 你甘心他回小琉球去 我真的不甘心 高雄還有離你家近 錢多 事少 離家近 現在是錢少 事也多 離家稍微近一點點 讓他好一點點 北漂讓他回來 你們現在在抱怨什麼東西 一個人才你不要 但是台灣有沒有人才荒 確實也有 我們現在像斷崖一樣 民眾你不管怎麼挑 都挑不出好人 檯面上一次擺開 你也挑不出 未來我們國家領導人 我覺得這個倒是 我們應該要去深思 朱立倫你不喜歡 吳敦義你不喜歡 民進黨的蔡英文 賴清德你都不喜歡 台灣還能喜歡誰 也許李四川這種人 像我們預審委員 都是下一代 大家可以寄望的人 也許台灣人才荒 在你們看到的萬金油身上 會有另外一個解方 但是我真的只強調 打掛韓國瑜 不代表陳其邁贏了 這種方法人民不接受 你打掛韓國瑜 如果可以讓 我們的日子過得更好 或讓高雄的發展可以更好 讓經濟可以更活絡 那你把它打掛吧 打掛 但現在顯然是因為韓國瑜 所以高雄的經濟活絡了 所以台灣的狀況變好了 所以人心開始有期待了 有希望了 你把這個活絡經濟的 點燃希望的打掛 到底有什麼好處 用人你說叫做黨國復辟 你說叫做諸涵連線 想要搞總統大選 人家就職多少人很期待 搞不好王世堅真的跑去 跳愛河或拉個小提琴 人家從愛之船進入會場 然後連續兩天 有150個攤商進駐 攤商還閒 位置太小 數量不夠 然後服裝訂製 試菜 開放36組的街頭藝人演出 這麼好的一個 行銷高雄的大好機會 你居然告訴我說 這是登基大典 韓國瑜想要做皇帝 來 你看 網友說不就是個市長嗎 搞了像登基大典 然後也有網友說 千萬商機嗎 畫大餅吧 我告訴你 網友 去看一下現在到目前選上 選前到現在 從山山開始到現在 商機都不只千萬了 不曉得創造了多少 而且我說還只是夜市 這種小攤商的街邊商機而已 另外有人說排場太大 有人說浮誇不實 對 就應該在市府裡面 死氣沉沉 大家上台鞠躬鞠躬 各自致詞 然後交接硬性 然後再出來受訪 穿著西裝筆挺 這個才叫做很正常 這個才是應該的嗎 用人你有話講 就職你也有話講 來 雨璇 所以打掛高雄是好事 打掛韓國瑜 台灣經濟會更活絡 台灣人民會更有希望嗎 其實我覺得 他們民進黨現在就像酸民一樣 然後再看一切的事情 那你說好了 我就舉兩個方面 第一個我先講小內閣 其實韓國瑜他知道說 他上任其實不輕鬆 因為第一個 柯文哲講的有一句話 我覺得是對的 剛好是光是負債3000億的利息 他就受不了 所以其實韓國瑜他在挑選小內閣的時候 他非常非常的小心 很多人其實透過我們一些民意代表 或者是我們韓國瑜這些幕僚 其實都一直有在傳達說 希望可以擔任他小內閣 或者是他的幕僚的一些職務 但是其實韓國瑜他本身就有講 他說其實他要找的是 真的可以做事的人 所以像其實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也只有跟他講說 市長我希望說你在挑選內閣 第一個是做事的人 而不是完全學者出身 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台灣其實政治 有會那麼亂心 因為很多都是沒有實務工作者 所以他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在挑選小內閣 他退出來的人選漂不漂亮 我覺得沒有80分 也有75分 譬如說葉光石 他曾經做過交通部長 交通部不簡單 人家說內政部是天下第一大部 我認為交通部也不簡單 交通部管什麼 交通部以前你看管交通 管建設 管電信 這些都是他管的 中華電信 官官 全部都是交通部管的 全部都是交通部管的 對 所以其實葉光石 他的經歷來做高雄市的市長 我認為非常的稱職 然後接下來講李四川 李四川哪裡出身 大家知道嗎 他是屏東人 屏東 屏東人跟高雄人 其實是有地緣跟淵源的關係的 他北漂是什麼 北漂建立他的行政歷練 他做過國民黨的秘書長 也做過 就做過行政院 然後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的新公處長 他懂公共工程 他有行政歷念 所以光是高雄目前公共工程 的一些問題 他可不可以解決 我認為他有機會解決 韓國瑜的小內閣 他為什麼那麼小心 一直到現在沒有宣布 其實各位媒體記者 還有各位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每個記者看到他都在問他 你的小內閣是誰 到底有哪些人選 他都說等到我統一再說 再做公布 包括說平常我們跟他 有時候在私底下沒有訪問說 他手機隨時都在響 都知道說他很認真地 在努力地尋找適合的人選 所以其實我覺得找小內閣 其實就像女生嫁人一樣 對不對 今天我相信你 我選擇你韓國瑜 我就會相信你 你選擇出來的小內閣 當然我們現在就是要 注定監督的責任 但是最起碼 他曾經像原民會主委 雖然有過 真的是在審核上面 有一些瑕疵 不過他也承認錯誤 我們是不是慢慢地期待 他推出來的人選 而不是一直用一昧的 潑冷水的方式 就像那有志大哥講的 現在檯面上 你要找到100分的人 其實找不到 人沒有聖人 但是找到可以做事的人 是高雄是目前需要的 李四川也許 我認為他公共工程的經驗 高雄現在的5000個天坑 也許就可以解決 要不然我們每天都在 像我們沿海路好了 我的選區林園 還有小港那邊沿海路 每天還是天坑 還是問題的存在 民進黨政府做了20年 都做不好了 我們要如何期待一個人 一上任馬上就好 但是給他時間 給他有能力 歷練的人協助他 我認為高雄的未來會更好 接下來講愛河他的就職 登基大典 網友說是登基大典 我覺得他們什麼事情 都真的是用酸民的語言去講 什麼叫做登基大典 這個就是一個就職的活動 但是我們要行銷高雄 行銷高雄最好的是什麼 透過最大的能見度 讓人家看到高雄的美 請問一下韓國瑜今天就職 是不是基务所的媒體都會來採訪 我今天早上有北京的媒體 我透過這次選舉 我也接觸到南韓的媒體 所以很多的媒體都會聚焦高雄 所以這是一個南方崛起的時間 跟最好的時機 韓國瑜不透過這個時候 行銷高雄更待何時 譬如說試菜好了 我們那天為什麼試菜 要邀請媒體來採訪 因為每一道菜 都是高雄農民的心血 譬如說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其實那個記者都有拍到 我就是採訪結束 我都還在品嘗 因為那真的是非常好的 高雄的味道 譬如說好了 我們有名的白玉苦瓜 然後我們大寮有名的紅豆 把它做成紅豆涼糕 然後我們納馬蝦那邊的山豬肉 把它做成鹹豬肉 這些都是利用高雄的食材 來行銷高雄的特色 我問你透過媒體的鏡頭的介紹 國外的觀光客會不會想來 對不對 像我才從韓國回來 我去韓國 韓國朋友在問我 聽說你們高雄很熱鬧 很好玩 我說歡迎你們來 我認為高雄的未來會更好 所以不要再去用有色的眼光 去看所有的一切 高雄現在真的需要 我們真的很像一個 百費待舉的城市 我們要的是拚經濟 不要再包含太多的政治口水 至於你說就職大典 我們為什麼要做愛之船 為什麼要這樣 讓人家看到愛河的美 請問大家 大家都知道愛河很美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 高雄的愛河有愛之船 有鴨子船可以做 我們是不是很多的特色 都可以去行銷 民進黨過去你做了什麼 20年你做了些什麼 我們透過這樣子的活動 你看我們光是那個 150個攤位你知道嗎 我接到很多選民的請託 他說拜託可不可以跟韓市長講 再增加10個攤位好了 或者是5個攤位也好 他希望讓更多人可以去擺攤 其實這是促進高雄的特色 庶民經濟 讓更多的高雄民眾可以賺大錢 所以不要那麼多政治算計 用人 不要再拚口水 就讓他試試看 我說如果今天 這個李四川跟葉匡時 就是誰誰誰的誰誰誰 然後沒有能力 然後沒有專業 我跟你講我們也照樣罵 而且把他給罵到翻掉 找了什麼人來就是政治酬庸 但問題是人家確實有專業 人家確實有實務經驗 你有什麼好說的呢 如果他們是像你的表姐一樣 跑來當一個台灣經燃的董事長 我再講一次 跑來當台灣經燃的董事長 那可以罵 如果是像顧立雄 明明是個律師 跑去當金管會的主委 做的亂七八糟 那你可以罵 如果都不是 那就讓人家試試看 不然你翻開名單 你覺得他們兩個不好 酸民們 網友們 不然你告訴我要用誰 來休息一下 真的 綠營不要只會酸 光是韓國瑜去試菜也會說 你們是以為在辦國宴嗎 連這個也要拿來酸 好 現在用人就說 這個面孔太老了 這個也要酸 葉狂石不好嗎 李四川不好嗎 都很有經驗 有專業 來翻開他們的經歷 大家可以繼續查一下 Google上面都有 維基百科也說得很清楚了 這兩個人不論過去 他們在政治路上有過什麼爭議 起碼他們的背景 他們的專業能力 是無庸置疑的 而且基本上是不好被挑戰的 於是呢 我攻擊不了你的專業對不對 我攻擊不了你的歷練對不對 我就要來攻擊你的背景 所以就是說你看 馬政府時代的交通部長 馬政府時代的行政院秘書長 就說因為這兩個人 就代表韓國瑜的高雄小內閣 叫做黨國復辟 叫做馬英九的人馬復辟 從台北跑到韓國瑜的身邊 好像韓國瑜因為用了這兩個人 就會被馬英九給綁架 綁架韓國瑜要幹嘛 所以馬英九還要選2020嗎 所以我說你講說什麼 馬英九的人馬 什麼復辟到韓國瑜身邊 就沒有政治Sense 真的要思考的叫做 李四川今天到了韓國瑜的身邊 是不是某種程度代表 朱立倫跟韓國瑜 在未來有更多合作的可能性呢 我說的當然不只是城市上面 發展合作的可能 就是說在政治前途上 是不是也有可能有些互相互補 或是拉抬的作用 我覺得當然是這樣 你當然會說沒有 沒有 我覺得當時有 就是說新北市好的市政經驗 可以透過李四川 然後到高雄去實現 不要關話 關話我就打到換人 這很實在的 因為就我了解 李四川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 在市政方面的管理人才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有別於民進黨很多高官 是從選舉靠裙帶關係 李四川他是從基層 一步一步往上爬的 剛剛佑正也講 有些人打說葉匡時 李四川是馬英九的人馬復辟 我覺得他們是硬要 把這兩個人抓一點 共通點出來 所以就扯到一個馬英九 坦白說李四川跟馬英九 關係是很久以前 他當初是在台北市政府 從基層員工一直做到 衛工處長 然後那時候 周錫瑋當縣長的時候 李四川被借降到周錫瑋 那邊當縣長 周錫瑋五年之後 坦白說一開始 朱立倫跟李四川也不太熟 可是李四川當副市長之後 其實表現真的非常好 包括他撫會關係處理得很好 而且他是工程的人才 所以其實大家都非常喜歡他 如果硬要講政治的話 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2013年那時候 新北市長還沒有確定是誰的時候 一堆民進黨的議員 去勸李四川出來選市長 去接受民進黨的徵召 如果你真的認為他這麼差 為什麼你民進黨的議員 會要求他去接受民進黨徵召 去選市長 你不是自打嘴巴嗎 而且後來李四川 因為表現很好 他去行政院接秘書長 很多人去送他 民進黨議員送他的人逼 國民黨議員還要多 所以他是一個藍綠 大家都很能夠接受的人選 新北市這幾年在新北推動 很多重大建設 像我們國民運動中心 從屋道有蓋了14座 即將蓋16座 韓國一直在提這一點 韓國一直在提說國民運動中心 就是新北市非常好的政治 所以剛好李四川的經驗 是可以讓高興的 我們目前真的沒有 都沒有 因為城局不見 因為過去的市長不見 因為很困難 因為你包括取地 城局不見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他不見了 他去台北 第二個他沒有見 都不見了 因為人不見了 所以那個建築物沒有見 其實那個是很困難的 你要去協調 很多很複雜 你還要委外 那個構成 李四川其實居中協調 他協調能力非常好 他就幫忙處理 另外像大家很關心的 道路要平整 什麼到路坪 什麼燈亮水溝通 新北市很多在這方面 都有得到第一名 李四川也都在這方面 做很多協調工作 他是工程界 所以我坦白講 我覺得我也是替韓市長 感到很高興 就是說李四川 他幾乎已經市長級的 你看他如果出來選市長 他幾乎可以 民進黨也想找他 要選他 對 也是兩個市長在替高雄服務 就是說當然市長 是以韓市長為主 韓市長決定大方向 定出策略 但是李四川絕對可以 很好的精采執行 以及協調 甚至於在議會的 府會關係 他也可以處理得非常好 包括議員的支持 藍綠之間的共同的 都會喜歡他 所以真的民進黨不要這樣 民進黨越挑毛病 他們現在就在等韓市長出錯 他們沒得等他 因為輸得不甘心 覺得高雄是我們的囊中物 怎麼會丟掉 所以每天都活在 敗選的陰脈裡面 都一直等著韓國瑜出錯 你越等著韓國瑜出錯 你越挑毛病 反而就會讓人家覺得 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 你怎麼罵都罵到自己 像你硬去扯說 李四川是 什麼馬英九的人馬 復辟舊瓶莊新酒 什麼萬金油 就會讓人家想到 你民進黨人才更差 你蔡英文的表姐 被我們談了多少次 你不去攻擊李四川 我們還不會想到這件事情 你越講 我們越想到你民進黨 多少裙帶關係 多少高官的女兒兒子 在國營企業當董事長董事 一大堆 你要大家來比比看嗎 民進黨比國民黨多多了 這是第一個 更何況國民黨 這還真的是人才 第二個你越批評韓國瑜 越讓人家覺得 韓國瑜真不得了 像就職大典 本來今天不一定會討論 可是你一罵我們開始討論 原來愛河這麼漂亮 原來韓國瑜要成了愛知船 是為了要行銷 愛河上面愛知船 讓大家更多人認識高雄之美 你越打韓國瑜 你越讓大家注意到 韓國瑜厲害的地方 剛剛佑正跟我們邱議員 也有提到 只開放150攤 上次看一個新聞 120攤 大家有四五千人跑去登記 準備要去參加 結果有人前一天又去登記 然後一堆人拜託說 可不可以多開放一些 還有一家人派四五個人去排隊 這樣中籤機率比較高 比較高 然後甚至於高雄市政府破天荒 很多人都怕 以前人家都很怕 沒有人來 攤商要來參加 結果他們破天荒怕黃牛來 所以還想到一個機制 就是攤商在抽籤的時候 要在上面蓋一個螢光 所以下次你要去抽的時候 你抽過了不能再抽 就是說還有這種機制出來 然後每個攤商 上次的節目也有連線叫什麼歌 有一個慶人茶歌 他說我之前就跟韓國瑜 一起跑選舉 我每次要準備四五倍的材料才夠 這難道沒有已經促進 經濟的發展 有 對不對 而且我們最近看到很多新聞 有一個飯店老闆 他在民進黨執政的情況之下 他本來已經要把飯店賣掉了 賣不出去 然後好不容易等到有兩家 來跟他談那個價碼 還沒有談好 韓國瑜上任了 現在已經有八家跟他談 但是他不賣了 因為他已經看準了 看到商機了 韓國瑜的商機跟龍井 我幹嘛賣 韓國瑜上場 上任 我生意可以很好 我幹嘛要賣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韓國瑜已經變成 高雄市最佳代言人 就像以前我們講柯P 柯P在宣傳世大運的時候 找了大概九個網紅 跟他合拍影片 什麼蔡阿嘎 浩浩 結果柯P的點閱率 比蔡阿嘎 浩浩點閱率還要高 所以很多人講說柯P 他是成功代言人的台北市 他就是最好的網紅 現在這個網紅跑到高雄市去了 韓國瑜就是一個最佳代言人 他做什麼事情 就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所以他當然要利用這些機會 好好的把這個 就是讓我們辦的熱鬧 特別把高雄很多美景 需要請他放進來 讓全天下人注意到 所以我是奉勸民進黨 你們真的不要再批評 因為你越批評真的越讓人家覺得 還好投給韓國瑜是最正確的選擇 講了這麼多 你還是沒有告訴我 就是今天李四川到高雄來 對韓國瑜高雄市長的工作是加分 這一步兩個人關係好了 對我們朱市長 下一步也是加分嗎 因為朱市長他自己有講過 就是12月25號以後 他會針對他的下一步 跟大家做報告 我個人覺得可能他 要爭取為民服務的機會 應該是不低 可能性應該是不低 但是這個過程 就李四川到高雄 這件事情來講 我認為當然 因為韓國瑜對他的 倚重也很深 你不可能說我找一個 李四川來這邊副市長 你副市長都不要做事情 然後你就好好去搞選舉 這我覺得在 韓國瑜不是這種個性 韓市長也不會又做這樣的安排 我覺得他一直來高雄 其實也很認真的服選 包括我們的議員 你說誰 朱市長 朱市長 對 所以我覺得當然 李四川因為跟朱市長的關係 非常好 包括就是他去當國民黨主席的時候 就找李四川去當秘書長 他離開主席回到 就是在新北市政府 也把李四川找回來當副市長 這兩個人關係覺得是非常好 而且是他們兩個互動很密切 就經常會一起商量事情 而且李四川的個性滿 我覺得在官場上面算是滿特殊 就是他敢跟長官直言 你要他做一件事情 這個很重要 李四川是敢直言的人 也不是只有對朱 包括我聽他講一些故事 他說馬找他 有時候馬叫他做個事情 他不想做 他也直接跟他說他不要 就是說他是一個 講話很直接的人 所以這樣子 大家直接的相處過程當中 比較容易培養一種默契 這我們不否認 但是我還是相信就是以一個市政角度 李四川去是為了做事 不知道這個是對李四川 跟對韓國瑜都好 但是你說 對於韓跟朱之間關係有沒有拉近 我認為韓國瑜跟朱立倫的關係 本來就不錯 不然的話不會 韓國瑜需要人才的時候 他會去找朱立倫幫忙推薦 畢竟因為現在六都裡面 只剩下新北市唯一一個執政的縣市 我們這邊其實人才滿多的 除了韓國瑜之外 包括各縣市 其實都有跟新北市借降的情況 新北市過去的經驗 可以推廣到全國縣市 我覺得都不錯 還是沒講 關話 沒關係 來 通常在身邊放人 兩種情況 第一個我放一個人過去 監軍好好監督你 第二個我放一個人過去 替我們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先鋪一條康莊大道 先建立起非常好的溝通管道 如果這個人 我們談政治層面 如果這個人是朱立倫塞進去的 可能就是有一點那種 放在你身邊 好好看你在幹嘛的概念 但今天這個人從報紙的報導 或網路的報導來看 是韓國瑜硬去要來的 這個可能 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就不太一樣 所以來 我們先問一下 競品好了好不好 你怎麼看這一步 當然我們相信李四川葉匡時 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人選 也是一個非常有歷練的人才 但是放到了韓國瑜身邊 以他現在的這種高聲量 或是高人氣 總難免被大家聯想到 會不會跟原本李四川的老闆 他的下一步有什麼聯繫 或有什麼考量 我先講剛剛可能 原資可能怕講到成語 所以不敢說太多 這個其實李四川作為 大家都會認為說是 新北市政府的副市長 然後朱立倫借將給韓國瑜 但其實在2014年 國民黨在2014年開始 選舉兵敗如三島大敗 一直到2016年 新北市的朱立倫作為 全台灣藍營最大的諸侯 管制400萬人的一個直轄市 最高從政黨員 對 然後又是這樣的一個 這麼多的人才 這麼多的政務官 都在朱立倫揮下 朱立倫從2001年 2002年開始 從桃園縣長一路 帶著朱家軍在桃園縣 然後後來到了 入主新北市之後 又在新北市 所以這10年來 其實培養了多少的人才 作為最大的 國民黨在從政的黨員 或者是非黨員 或者是在幫朱立倫打天下 或者是管制地方的時候 這些領導幹部 他同樣的具有 這樣人才庫的一個位階 而且本來我剛剛講 2014年之後 本來就是很多的 國民黨如果藍營 現在有這次掌握了15縣市 很多縣市求財若渴 跟朱立倫借將 有些媒體甚至跑去問朱立倫 我看到他說法也很保留 說他有些不能透露太多 要看各縣市的首長 他們一個一個公布之後 他們才方便去講一些什麼東西 但是你就看得出來 為什麼大家會跑去 跟朱立倫借將 我剛剛講的主客觀因素 就是前面四年前 他甚至再往前推10年 朱立倫帶著這麼多的人 當然大家會限定 如果說尤其是韓國瑜 一個離開政壇十幾年的人 他曾經講過 低潮的時候 身邊一通電話都沒有 等到他這個當選之後 旁邊擠的都是人 還有傳出來 有的人要塞名單或幹嘛 全部都被他否認 不可否認了 就是一堆人想要跟他推薦 或是毛遂之間什麼樣 所以你就知道說 當韓國瑜 他是身邊一個人都沒有 當年他去當北農總經理 後來去高雄打天下 一樣 他身邊沒人可找 而且也是一樣 剛剛講的 求財若可 他也找不到人 而且這樣子循循秘密 如果找到像李氏端 這樣一個人才 又從朱立倫這樣子 然後本來其實侯友宜 也曾經想要跟李氏端常談 是剛剛其實來賓都有提到 李氏端也是南部的櫻娜 對不對 李氏川他從南部 他要回屏東 他要回高雄 他也自己講 屏東小琉球的人 到了高雄前鎮打拼 這一帶是最多了 他回去剛剛好而已 要退休人家回高雄不好 李氏東進對不對 他本來想回去 聽說他本來想回去經營民宿 對 去橋樓開民宿 所以之前他們在跟新北市 幾個局所長實行的時候 他有說他要回南部 有人就開門下問他要做什麼 然後他就說開民宿什麼 結果沒有想到 變成高雄市副市長 大家也都很意外 但是其實你看 他也是韓國瑜 一直找他三顧茅庐 如果不是人才的話 韓國瑜幹嘛一直鎖定他 為什麼三顧茅座去找他 然後他還說要去問他老長官 朱立倫的意見 我跟你講如果說李四川 你認為他是朱立倫的人 周錫偉用過他 朱立倫用過他就不用講了 馬英九當然有講 你要追溯他最早的話 黃大洲時期 他就進公務體系當委任科員 你怎麼不說他是黃大洲的人 國家的人才為國家所用 你還分他是什麼 馬英九前朝人馬 就憑莊新酒 你開玩笑 我跟你講 韓國瑜最近的這一波 高雄市政府小內閣的名單 也傳出來有一些綠營的人馬 包括張花冠的副手 吳芳明也傳出來 雖然雙方彼此都還沒有 正式點頭或公布 說要去接農業局長 還有高雄市的 現任的副市長楊明舟 還有公務局長蔡長展 這個也都傳出來說 可能會留任 還有甚至一些局處的副局長 也都會留任 你怎麼不說花媽的人 也復辟了 你怎麼不說成局的人馬 又進駐這個韓國瑜的人 韓國瑜他很清楚 政治0分 經濟100分 他說如果過度強調意識形態的人 他不喜歡用 這個是很清楚 他的訊息就是他要拚經濟 所以李四川也好 葉匡時也罷 葉匡時甚至陪著韓國瑜 這樣一路走來 他在高雄中山大學任教師多年 具有某種程度的地緣關係 在12月初他就拚命的 就跟那幾個高雄市議員 黃紹廷還有陳麗娜一樣 分頭一個去新加坡馬來西亞 他去香港去那邊招商 幫忙去這樣子做這些事情 所以如果說李四川 葉匡時不是人才 難道你要去像找那個實習的人 來做這個事情嗎 難道要找像吳亦寧這樣的人嗎 所以大家現在把焦點鎖住在 韓國瑜的內閣上面 我覺得不需要讓人家覺得 你再輸不起 尤其是網路那些酸言負貧 不用了 我覺得夠了 你想要找韓國瑜的毛病 挑韓國瑜雞蛋 你挑骨頭的這個問題 省省吧 因為光是李四川跟葉匡時 我覺得一個是點子王葉匡時 一個是輔惠關係 問言之就知道 以前言之在市政府 新北市為什麼大家議員都推崇他 就是他的身段夠柔軟 而且親和力沒有關架值 你問問人家說找李四川 和這個葉匡時 我都覺得韓國瑜這一招真的是高招 休息一下 忙回來 好 滿好奇就是韓國瑜 他去三顧茅廬借降李四川 看起來好像朱立倫 他是處於一個被動的位置 但有沒有可能 其實他放眼2020的話 乾脆來個借力使力 這幾位 大家看一下 吳敦義 馬英九 王金平 朱立倫 現在大家連連看 跟韓國瑜連連看 結果發現最搶先一步的 好像是朱立倫 從韓國瑜連到李四川 李四川又連到了朱立倫 其他看起來現在在韓國瑜選項之後 反而交集變少了 所以這會不會是 雙方各自有下一步的盤算 來 朱契人馬南北合作 同時大家要注意 本來大家都在吵什麼 這個所謂南北合作 就是柯涵要會 說1月的時候柯涵要見面 現在這個訊息似乎 也釋放出來告訴柯文哲說 我南北合作不僅僅是跟你柯而已 我也可以跟朱立倫合作 更況又是傢基人 韓國瑜選擇李四川當副市長 我一聽到這個消息 我覺得是絕妙好牌 但是我覺得是立人立己 誰約不疑 對朱立倫也好 對韓國瑜也好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破題 我認為朱立倫一定會參選總統 我認為朱立倫讓李四川 下去幫高雄幫韓國瑜 對朱立倫未來也有好處 對韓國瑜的市政 有更重要關鍵的好處 但是對朱立倫選總統來講的話 他不是靠派人去監軍 我提個例子 歐靖德之於馬英九市長 就是李四川之於韓國瑜市長 歐靖德當年是誰的人馬 連戰的人馬 因為馬英九不懂工程 所以歐靖德當台北市的市長之後 所有的重大工程 全部都是歐靖德一人講話 跟市長報告拍板定案 李四川未來在解決5000個天坑 我敢跟你打賭 也一定是這樣的邏輯 韓國瑜會非常充分 非常授權 所以人才被舉用 如果只要不是政治性的任用 我覺得我們就應該肯定他 所以其實我還滿喜歡萬金油的 我覺得萬金油 只要不要擦在眼睛就好了 萬金油是家庭必備良藥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中時比較好驚喜 中人比較驚人 進水哥什麼最好價 來也最好價 對不對 因為剛好是硬食水果 人才就是剛好是這個人是最好 所以剛剛宇軒講說 他用了兩個副市長 他說最少有幾分幾分 我覺得至少80分以上 因為不管是葉匡時 或者是李四川 是兩個互補線很強的 兩個不同的特質 而且葉匡時 為了去當這個副市長 我爆個小料 他辭掉四家公司的讀懂 真的啊 四家公司 而且都超級大咖的公司 有跨國公司 對 因為當時他很猶豫 可是後來是韓國瑜 親自拜託郝龍斌副主席 等於感動他 有郝龍斌才去說服葉匡時 所以掙扎了幾天之後 終於同意 然後明年2月上任 就是這樣 對朱立倫來講 我相信朱立倫 被韓國瑜求財 說要借用李四川的時候 我相信朱立倫心中 一定有很多的想法 為什麼 你記不記得這一次 剛剛袁志也講過 宇憲也講過 這場大選當中 朱立倫的助選 全國陪他跑透透的是誰 就是李四川 因為李四川當過黨的秘書長 李四川對全國的版圖 縣市的人脈 地方派系 政治運作 人脈的關係 了然於兇 所以當朱立倫要選總統的時候 可以沒有李四川嗎 不能 所以我那天看到說 李四川被建立到高雄的時候 我覺得對朱立倫 是比較有影響的 可是我覺得他是根據 韓國瑜最重要的一個需要 所以你如果問我 我直接破題 對朱立倫選總統 爭取韓國瑜有沒有幫助 我覺得當然有 就有什麼關係 本來這個就是一個 很光明正大可以談的一個理念 但是第二個 就對朱立倫來講的話 可能比較有點影響 就是說以後在全國 版圖的經營當中 你就不能夠再接種李四川了 你就不能借過 這個原來的秘書長了 你朱立倫就要自己撐起來 自己再重新找人 去架構你全國各縣市的版圖 全世界各縣市的人脈 那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韓國瑜能夠把高雄打起來 不僅對韓國瑜重要 對國民黨非常重要 對國民黨可以證明說 我韓國瑜這張牌 可以打下高雄 把高雄做好 所以我那天跟有志 我們在前年節目裡面講 我請問全國現在 士氣最高的是哪個縣市 全國現在快樂指數最高的市民 縣名是哪裡 高雄 你看我們那天看到陳美雅 今天開到秀宇軒 高高興進搭高鐵來上節目 好高興 沒有 其實我們現在走出去 我們說我們是高雄更驕傲 對 所以我說這個局勢的本身 我才說朱立倫借將 立人立己誰約不疑 這個是好事 而且葉匡時 他是中山大學器官所教授 他是接地氣的學者 一光是少數在馬英九 英勇的學者當部長裡面 我們被肯定他比較有接地氣 比較沒有書空墮墮 比較沒有天龍國的思維 他當時交通部長在那裡面 也經常跟我們辯論 經常內部政策 互相在變來變去的 我覺得他是比較接地氣的 而且他不能接地氣 我那天講過 他有天線 他有國際觀 他有宏觀 對 李四川更是 李四川這張牌 剛剛源氏講得非常清楚 他在新北市的正通人和 我們都非常訝異 連民進黨都那麼喜歡他 喜歡到希望他出來選新北市長 喜歡到當時很多人講說 如果後藝出來選 還是會藍綠對決 但是可能李四川出來選 不會藍綠對決 講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覺得今天看一個人才的時候 我們今天要看他整體性 來看這個問題 而且他對未來的高雄 跟屏東的合作 有很好的關係 所以對潘梅拉現在兩個非常好 因為他也會想吧 千萬百計把高雄 跟他的故鄉屏東去做銜接 產業的銜接 交通的銜接 公務的銜接 或擋個大建設的銜接 所以我覺得這是好事一樁 我跟你講 如果不是一個好的人才 就不會被攻擊了 今天找一個莫名其妙的人去 大家就想說 好吧 讓你去死吧 就是因為這個可能是有能力 可以把事情做好的 所以才要攻擊 就是民進黨向來的一個 慣性思維 你當總統 比如說國民黨當總統好了 你做不好的我要罵你 你做的好的我罵更兇 因為要是讓你做好的 做下去了 那我怎麼執政 所以大家給李四川 給葉框石一點時間 好好的讓他們幫高雄做點事情 韓國瑜現在努力找人 要拚經濟 要改變高雄 民進黨除了還活在 他們的選舉敗戰的陰霾 跟陰影當中走不出來之外 又再重演當年的那個 鞏固領導中心大挫敗 當年阿炳出事 你鞏固領導中心 終生代都不敢出來講話 現在蔡總統出事 你們還在鞏固領導中心 沒有一個人敢承擔 少在那邊跟我講什麼 堅持改革 推老半天推個卓榮泰 然後卓榮泰再跟段儀康兩個人 互相罵來罵去 到底要演哪一出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